本日在美人推借的党头戏 美人推工资的森本 15个完成策算的赛典 今年总共是有99位美女 不明参赛 只要三次了20个进入国赛 今年不但是参赛人数冲合纪录 整体最准也比起5年 给提升加赛 让森本的过程是更加纪念 纪念最后的特别是 今年出现了美人推工资 森本招典来 第一位欧美人 她是来自圣文申的美女 叫做李玛妮娜 她还顺利进入了最后的国赛 她的接战竟然接受到 大家注意 先来一团一体驾书 适合比平一后 每一位参赛者 就要来一团国人书 在武台上头 展现有美的新担和风采 人后接受主持人的问答 想要担任美人推工资 如何为卡白笋来行销提供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脚排笋它可以不只是脚白笋 它可以跟农业 它可以让你的农产品跟行销 油油做结合 我是苗宝建核的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选的话 我觉得行销这方面 我也是非常有自信的 这个不只是只有一些可能妈妈阿嬷 他们会想要吃脚排笋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也应该了解到 脚排笋的美好 那我觉得可以推广下去 让所有爱面碰的年轻人 就是不管老少年幼 就是大家都可以非常喜欢找外出 美人推工资选拔 今年该在大饭店里地基盘 由民和气氛都竟加盛态 这也是创业跟观光 希望说今天来参与的家里 都有很好的成绩 来带予我们普理症的脚排笋 今年总共有九十九位 来自全省国土美女报名参赛 其中最终的主要是这位 来自非洲省文省的玛琳娜 她是一位来台特赤外籍学生 欧席笋 也是美人推工资选拔十年来 第一位出现的欧人美女 我参与这个竞争 所以我能够认识新人 从台湾 认识台湾文化 我认识台湾文化 我认识它会有趣 有一个玛琳娜 在台湾中的玛琳娜 在台湾中的玛琳娜 我感觉很肯定 因为我和其他女孩 非常好 在100年里 选拟二十年习 可以追尽最终最终的 我们五月二九 那天一定要邀请大家 广东来参观 来做一个选择的家庭 经过最近四点典的选择过程 最后选出20位 甚至最后卧席 马琳娜也是其中逸選的一位 竟加受到国家主义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因为参赛这些追尊 都有最终的提升 竟争拟加激烈 卧席将在五月二十九号 再起九点开始进行 欢迎大家到市前欧观赏 看今年选出的美人典公主 到底是谁 接着欧交信彩虹报道